如果说一款车可以是代表一段旅途 代表一种生活方式 那么这一次北京生产亮相的 缆胜SV和缆胜运动SV 就能够非常代表这种自由豪华 看险的生活方式 首先我们先来看看这台全新的缆胜SV 这台车延续了缆胜品牌的传奇 而且你可以看到 它融合了奢华的设计和卓越性能 而且这一次它还将个性化定制 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从外观到内饰 从动力层面到科技层面 每一个细节都体现着缆胜SV 个性典范的驾驶乐趣 全新的缆胜3.0SV 彰显着SV特有的风采 它提供了超过160万种个性化的配置 让客户可以定制出 真正符合自身期待的蓝胜SV 而且你看 独特的SV标识 前保险杠 以及隔山的设计 包括说金属镀铬层的原件 以及可选的23寸轮骨 无不再彰显着这台车 荣誉的身份 以及个性的魅力 在内饰层面 我们可以看到SV提供了各种奢华的设计主题 比如说奢华真皮 电镀金属 以及可持续利用的木材 而且打造出这种极度舒适的驾驶空间 同时客户还可以根据个人的品位 选择不同的颜色和材料 定制出独一无二的蓝胜SV的内饰 除了刚才我们能够摸到这些东西 这一次也将先进科技融用了座舱当中 比如说配备的13.1英寸尊享触控系统 而且独有的13.1英寸的屏幕后排娱乐系统 以及第三代的主动向道系统 同时为乘客也打造这种奢华静谧的 尊崇车的体验 配合IncontrolOS 2.0的数据服务 来呈现更为简约大气的这种视觉的享受 同时智能化的程度更高 提升了人机交互的这种体验 独有第三代主动向道系统 也进一步的提高了驾乘舒适度以及便捷性 这一次缆胜的SV提供了两种动力总装 一个3.0的400马力英机力放动机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学习4.4V8的双重增压放动机 两台放动机都提供了非常优秀的动力输出 这其中我最满兴趣的是3.0的版本 这台放动机提供了一个最大达550牛米 足够提供充沛的机型动力体验 另外在其他方面它也丝毫不打折扣 有智能四驱系统 主动式的电子插扫索 以及扭矩适量分配系统等等这种驾驶科技 确保了车辆在各种路况下的表现都极为出色 全地形系统驾驭的能力得益于 ATLS全地形科技赋能 使缆车SV3.0在越野以及复杂路面中游刃勇余 带来了更为自信和轻松的驾驶体验 全新缆车SV3.0车型全部为长周距版本 提供标准的五座以及遵崇行政四座两版本 官方建议的零售指导价为236.8万和245.8万 如果您对于动力没有那么强烈需求的话 我觉得SV3.0的版本是一个最佳选择 相比4.4的版本 它在相同的配置情况下可以节省80万的购车成本 这不仅让您享受了缆车SV尊崇的驾驶体验 同时还享受非常优惠的价格 开启缆车SV最佳方式就从3.0SV开始 缆车SV3.0推出不仅是缆车品牌一个新的底层杯 更是豪华全地形SUV领域的一个标杆之作 无论从驾驶还是说身处于都市以及冒险探索环境 全新缆车SV3.0能够成为最完美的伙伴 让每一段旅行都充满着豪华与挑战 同时这一次生涯带来另外一款更为亮眼车型 就是缆车SV 那么它作为缆车SV的运动版车型 它呈现出了运动风格外观套件 以及大量的轻量化的材质 像搭载一个630绒马力4.4T的V8发动机 缆车运动SV的Edition One限量版 更是优化的转向 四度命动箱 以及底盘等方面 进一步提升了性能转件 不管是缆车SV还是缆车运动SV 都是将豪华性能和实用相结合 那么无论是城市还是野外 都给你带来了非常真享的驾驶体验